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周耀廷 请问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参院通过临时开支法案 防政府断吹 两党为避免联邦政府断吹停摆 罕见团结起来 联邦参议院今天通过临时开支法案 让政府得以再维持运作两个月 在共和党给予民主党人支持下 参议院今天让法案顺利过关 使联邦机构有资金运作至12月3日 LAUSD不接种疫苗员工 10月15日后无工资 洛杉矶联合学区表示 如果没有疫苗接种证明 工资将在10月15日停止发放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这项要求不仅适用于教职员工 还将影响到经常在校园内 与教职员工和学生互动的人 离最后期限至上15天 目前仍有数千名员工 还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AZ美国2.6万人大型临床实验 零重症零血栓 AZ美国大型临床实验结果出炉 间隔约一个月接种 两剂阿斯特杰利康疫苗后 防止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达74% 防止65岁以上长者出现 有症状感染的效力达83.5% 没有重症病例 也没有出现罕见的血栓副作用 违反联邦安全标准 绿源召回青少年全地行车 大陆绿源公司生产的青少年全地行车 因为不符合包括最高速度限制 和会对儿童造成严重伤害 或死亡的风险而召回 此产品于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期间 在Amazon以及沃尔玛网站上销售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系绿源授权维修店免费维修 中天中望这里报道